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 http协议详解 那么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对这个协议有简单的认识了 那么包括我们在购物 在浏览网站等等的一些操作里面呢 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协议 事实上这个协议呢 已经成为这个应用层啊 最广泛使用的一个协议 我们通过这个协议可以进行购物 对吧 我们在淘宝上面去购物的话 我们都是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去购物的 又或者说我们浏览一些信息 浏览一些新闻 我们也是基于这个http协议来进行这个浏览的 又或者说我们在网上进行一些金融的操作呢 我们也同样是离不开这个http协议的 这个http协议呢 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尤为重要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开发者呢 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简单的认识 我们要理解这个协议 它具体有哪些内容 我们要认识这个协议 它是怎么样去工作的 那么对于http呢 它其实是这个超文本传输协议的缩写 http 那么这里面呢 重点是这个超文本 那么很多同学呢 可能会对这个超文本有些疑问 那么什么是超文本呢 超文本简单的来说 就是超期文本 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带有超链接的文本 通过这个带超链接的文本呢 我们可以从网站的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超文本的一个含义 那么这些带超链接的文本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副文本的表现形式 可以有图片 可以有动图 可以有视频 也可以有文字 那么从本质上来讲 这个web服务呢 它就是一个提供内容的服务 这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超文本 我们对网站的浏览呢 其实就是对这些网站内容的浏览 包括我们在浏览新闻 那么这些新闻呢 就是这个新闻网站的内容 或者说我们在淘宝平台进行购物的话 那么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些信息呢 也是属于这个网站后台的内容 那么对于这些内容呢 都有一个统一的路径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地址 那么地址呢 它的统一格式是这样子的 前面呢 是这个http 它表示说这是一个http的资源 http之后呢 就是一个冒号 以及两个斜杠 斜杠之后呢 就是这个主机了 主机可以是我们的ip 也可以是这个域名 那么如果是域名的话 那么将会通过我们前面所学习的 DNS服务 把它转换为这个主机的ip 然后就是端口 那么端口呢 我们通常的话都是80端口 或者说是443端口 那么80端口呢 是这个http协议端口 那么对于安全的http协议呢 一般都是使用443端口的 那么主机和端口的后面呢 就是这个资源的路径了 它指向特定的内容 那么这个就是地址的一个构成 比如说这个3w.mook.com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木客网的首页 通过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 木客网首页的这个内容 然后是这个3w.bidu.com 那么这个呢 指向的就是百度的首页的内容 以及3w.淘宝.com呢 它指向的就是淘宝网的 这个首页的内容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网站地址 它也是符合我们这里面 所介绍的这个格式的 那么这个协议呢 它是一个可靠的数据传输协议 这里面的可靠是依赖于这个传输层的TCP协议去实现的 也就是说HTP协议呢 它的底层是这个TCP协议 通过这个TCP的可靠性呢 就可以保证这个协议呢 是一个可靠的数据传输协议 那么这里面的数据呢 可以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包括这个文本 图片 文件 动图 视频 音频等等呢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HTP协议去传输的 而这些内容呢 就构成了我们丰富的这个web网站的内容 我们平时对网站的浏览呢 我们不外乎是对这里面的几种内容进行浏览 那么这里面的各种内容呢 也会组成丰富的表象形式呈现给我们用户 那么这个HTP呢 它是运行在典型的这个CS的架构上面的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客户端 以及服务端的模式 那么客户端呢 一般都是指我们的手机或者说是计算机 他们通过浏览器形成这个网站的客户端 那么服务端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了解的web服务器了 那么在这个浏览器与这个web服务器之间呢 就是运行着这个HTP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对这个服务端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那么客户端呢 我们平时接触的比较多 因此呢 这里面就已经展开了 对于这个web服务器呢 它其实可以分成硬件的部分和软件的部分 那么硬件的部分呢 主要是一些裸金属的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呢 它也可以作为是这个web服务器来运行的 或者说我们在云上面去买的一些虚拟服务器呢 它也可以是进行这个服务的部署的 那么除了这个硬件部分 就是这个软件部分 那么软件部分呢 它会运行一些软件 以此呢 来提供这个HTP服务 那么这里面呢 典型的话就是有这个Android X以及Apa 7 那么这两个呢 都是属于典型的web服务器 那么我们平时在进行这个web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都离不开这个软件的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重点来讨论这一个软件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eb服务器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客户端的连接的 以及怎么样进行这个连接的处理的 那么对于web服务器呢 它首先第一步就是接受来自这个客户端的连接 那么这里面呢 为了接受这个客户端连接 它首先要告诉大家 我的这个服务的IP是什么 以及端口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呢 因为是这个HTP服务 那么如果没有特别指定的话 一般呢都是80端口 那么其次呢 就是这个IP地址了 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发布一个运名 让大家呢 通过这个运名来访问这个web服务器 那么客户在知道这个运名和端口之后呢 它就可以连接到这里面的web服务器里面来 所以呢 这一个是第一步 接受客户端的连接 接着呢 是第二步 接收这个请求报文 那么客户端在需要进行连接的时候呢 它就会构造一个HTP的报文 然后呢 把它发送到这里面的web服务器 所以呢 这里面的web服务器呢 它需要接收这个请求的报文 第三步呢 就是处理这个请求了 通过这个请求的内容呢 web服务器可以知道它需要获取哪些内容 接着呢 就开始对这些请求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资源的访问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 对于这个web服务呢 它其实是一个内容的提供 所以呢 这里面web服务器知道这个客户端 需要请求哪些资源之后呢 它就会对本级的资源进行一个获取 然后呢 把它返回去 构造成一个应答的报文 然后呢 返回给这个客户端 那么这个呢 就是web服务器 它在工作的一个过程 它首先是接收这个客户端的连接 然后呢 是这个报文 接着呢 对这个请求进行处理 包括验证这个请求是否合法的 以及确认这个请求 它需要哪些资源 接着呢 就会对本级的资源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呢 把这些内容构造成一个应答的报文 并且把它发送回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这里面的步骤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解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请求客户端 请求服务端 那么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请求有多种方法 分别有这个get方法 pose方法 delete方法 update方法 put方法 等等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呢 都有不同的含义 那么客户端通过指定不同的方法呢 都可以请求到web服务器 不同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对一些采用的方法进行一个了解 这里面呢 就包括这个get方法 pose方法 delete方法 以及update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get方法呢 它主要是 获取指定的服务端资源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可以从get的这个单词去理解的 它是获取的意思 然后呢 是这个pose 那么pose呢 可以理解为是提交数据到服务端 比如说我本地对某一个数据进行了修改 那么我希望说服务端可以把这个数据保存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pose方法 把这个数据保存到服务端 那么也可以是在登录的时候呢 把账号密码填写了 然后呢 把这个账号密码的信息发送给服务端 那么这里面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pose方法 去把这个数据提交给服务端 当然了 我们这里面呢只是说推荐使用pose方法来提交这个数据 但是并不是唯一的 我们使用get方法呢 也可以提交 但是呢 为了更好的去设计这个API接口呢 我们通常都是使用这个pose方法来提交这个数据 接着呢 就是这个delete方法了 那么这个方法呢 主要是用于删除指定的服务端资源 那么这个呢 也是和这个方法的名字 单词是类似的delete删除的意思 还有就是这个update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主要是用于更新指定的服务端资源 那么对于良好的web服务器的后台的设计呢 我们通常都会遵循这里面的几个方法的一个约定去设计相关的API 比如说一直很火的这个RESFAPI呢 也是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进行相关的操作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不同的方法呢 它都有说指定某一个资源来进行操作 比如说这里面的get方法呢 就是获取指定的服务端资源 delete方法呢 就是删除指定的服务端资源 update呢 就是更新指定的服务端资源 那么这里面的指定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样指定某一个资源呢 这里面我们来学两种方法 那么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这个在地址里面去指定 第二种呢 就是在请求数据里面去指定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法 在地址里面指定 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通过例子去理解 怎么样在地址里面去指定某一个指定的资源 比如说本门课程呢 在目课网的地址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 主机是coding.imook.com 然后呢 资源是clask355.html 那么对于这个clask355.html呢 它就表示说这是第355门课程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指定资源的一种方法 那么再比如说 我们在浏览这个实战课程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地址呢 可能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呢 coding.imook.com呢 是这个主机 然后问号的后面呢 是一些参数的指定 比如说这里面 sort等于0 enlearn等于0 page等于2 那么这些呢 都是指定这个资源的方法 比如说这里面的sort等于0呢 那就是不排序 或者说根据某一个标记去排序 那么这里面的enlearn等于0呢 就表示说是否展示还没有学习的课程 而这里面的page等于2呢 可能就是指定第二个页面的内容了 那么这些参数呢 也是可以理解为是指定服务器资源的一个方法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除了这个地址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请求数据里面去指定某一个资源 那么为了了解这个在请求数据里面去指定这个资源呢 我们先要对http协议的这个请求报文和应答报文有一个了解 我们先来看这个请求报文 那么对于请求报文呢 它的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关于请求方法 请求地址 以及http版本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请求头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请求内容 那么对于应答报文呢 也是类似的 有三个部分 分别有这个版本 状态码 以及状态解析 然后呢 是这个应答头 接着就是这个应答内容 那么对于这个请求报文呢 我们如果说需要指定某一项资源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请求内容里面来进行相关内容的一个指定 举一个例子 那么对于这样子结构的请求报文呢 如果说我们需要在请求内容里面去指定的话 它的报文内容呢 可能是这样子的 首先头部是这个pose方法 然后呢 是这个主机以及地址 然后是这个版本 1.1版本 然后是这个请求头 接着呢 我们重点来看这个请求内容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呢 它是以追选的一个格式保存的 这里面有sort等于0 unlearn等于0 page等于2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些指定的信息 传递给这个服务端 那么服务端如果说按照我们约定的方法去获取这里面的内容的话 那么它也可以把这些信息给过滤出来 然后去访问指定的web经验 再勾造一个应答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指定资源的在请求内容里面指定的一个方法 了解了这个请求呢 我们接下来也对这个应答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重点是来看这个状态码和状态解释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那么这个表格呢 就是关于状态码的一个表格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状态码呢 它其实是一个数字 不同的数字呢 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比如说这里面的200到299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成功的状态码 它表示说这个请求已经成功的返回了 然后是这个300到399的这个状态码 那么这个呢 表示的是这个重定向的状态码 它表示说你访问的资源呢 可能在另外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 我把这个服务器的地址告诉你 然后请客户端再访问那个服务器 接着呢 是400到499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客户端错误的状态码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404呢 就表示说你访问的指定资源不存在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客户端的错误 所以呢 这个时候是404的这个状态码 然后是500到599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服务端错误的状态码 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码的话 就表示说服务端可能发生错误了 有可能是有bug 有可能是有一些没有处理的异常等等 那么这些呢 就是属于服务端错误的状态码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里面呢 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那么这本节课呢 我们知道了这个协议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超文本的传输协议 然后呢 是这个协议的工作过程 我们知道这个协议呢 它是工作在CS的这个价格之上的 那么我们通过浏览器去访问网站的时候呢 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协议的工作 然后是请求方法 对吧 然后还有指定支援的方法 以及这个状态码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HDP协议呢 有非常多的内容去学习 那么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 我们不可能说把这个协议完全的铺开 那么这里面呢 希望同学们是先对这个协议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那么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呢 还可以继续的去查阅更多的书籍 去了解这个协议更多的内容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所有内容